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多含有战 营 操场 如此古怪的字眼究竟又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座奇特的象征 是怎样的历史造就了它如此独特的风貌 翻阅中国近代史 人们很快便会发现这座小镇的名字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 这座如今已出产小战道而闻名于世的小镇 曾经是洋务运动的试验场 北洋势力的发祥地 它曾经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孕育之所 它更是寄托了一代中华儿女 强国梦想的希望之地 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中 有四位称为中华民国总统 一位代行总统职权的临时执政 六位北洋政府总理 各省都军更有数十位之多 一部风云际会的历史 正是从这座小镇拉开了帷幕 小战镇距离天津市中心不足三十公里 可是这里的方言用语 却与地道的天津话略有不同 经过民俗专家考证 原来当地人所使用的这些口语 大多是清末北方航母中通用的语言 这一遗存恰恰印证了小战的历史 因为小战在近代曾经是一座大兵营 如今在小战生活的很多人 正是当年这座兵营里将士们的后代 没有胡聚龙盘的盛世 没有物华天宝的附属 一个赤鲁荒芜的小镇 之所以能够在风云际会的 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 恰恰与它曾经是一座兵营有关 那么这里当年为什么会成为一座兵营呢 要了解这座小镇的故事 我们不得不重新走进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现今的小战地区 在数千年前仍是一片汪洋 海河河水与古博海湾的潮汐日夜涌动 来自陆地的泥沙 连同海底物质一道日积月累 在这里堆积出一片严浅荒滩 随后的漫长岁月里 这里人烟稀少 直到一百多年前的一天 一支军队的到来 终于打破了这里亘古的宁静 公元1870年同治九年 天津发生法国领事及教会人员被杀事件 在天津当地这一事件被称作火烧望海楼 事件发生后 法英等国的舰队驶进天津大孤口 威胁清政府如不承办当事官员 则进攻北京 事件最终以清廷让步妥协而告终 但经过这一事件 清政府明显意识到 加强天津海防的重要 1871年 新任直立总督李鸿章 将自己的亲军 原本驻扎在陕西的淮军周胜船部 调防清线马场 1873年 李鸿章命周胜船率部 在大孤口 葛孤 新城等地 构建宫室修筑炮台 为方便马场与新城之间的联系往来 周胜船动用全部人马 开挖了马场到新城的马场检壳 又以运河南岸修筑了一条 长约140华里的大路 沿途设立一站 40里一大站 10里一小站 共设大站四所 小站十一所 1875年 积光绪元年 周胜船又将其圣子军出马队外 其余各营移施至烙水套 在潘永安坟地设亲军营 并以亲军营为中心 布设营盘18座 这些营盘与新城炮台相望 南鄂齐口 东控大孤 遥相虎营 新筑营地原本人烟稀少 商贩绝技 使兵日常生活多有不便 为此周胜船下令 在潘永安坟地附近 一小型驿站的东侧 亲军营的南面筑城 不久 一座新的城镇拔地而起 周胜船亲自将它命名为新农镇 然而 人们更习惯以小站来称呼它 久而久之 未然成风 这便是小站镇地名的由来 在小站镇的会馆村 至今依然保存着一座 清末建成的祠堂 当地人称之为周公祠 祠堂内三座大殿 比肩而立 东殿名为周五状公祠 所供奉的 正是当年驻军小站的 怀军将领周胜船 西殿名为周刚闽公祠 供奉的是周胜船的兄长周胜波 而中间的一座则是新农寺 寺中供奉的是炎帝 夏宇和关公 历史上 每逢农历三月二十八和七月二十八 小站到播种和收割的日子 当地百姓都会在周公祠内举行庙会 祭祀祠堂中所供奉的神祈与英灵 周胜船兄弟二人生前究竟有何功绩 能使他们赢得世人如此的尊宠 似乎正是为了解答后人的这种疑惑 新农寺中特地供奉了三位神祈 一位祝节 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 炎帝神农士曾拓荒重道 骄人农耕 下雨则曾兴修水利 开取银水 而关公在民间则被奉为武圣 与此相对应的周氏兄弟 尤其是周胜船 这位小站镇的创始人 他正是历史上小站道的拓制者 金南水利工程的奠基人 天津海防与小站西式练兵的先行者 周氏兄弟是安徽合匪农兴乡乡人 清咸丰年间 他们一道组织团练 在紫彭山等地对抗太平军 因战功卓著得以生前 1862年 周氏兄弟加入淮军 组建圣子营 此后他们在各地 与太平军碾军征战 战功显赫 周胜船则于1875年调防天津 开始驻军小战 周氏兄弟对于天津近代的军事 海防以及农田水利建设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周胜船 他驻访天津长达15年 在这15年中 他的许多举措不仅意义重大 而且影响深远 因为周胜船可以说 从1870年来到天津以后 他是一个从基层来 逐步来提拔上来的一位将领 周氏兄弟一共有六个人 其中有四个人都死在了 和太平天国作战的过程中 因此最后就剩下周胜船 和他的各个周胜波 周胜船来到天津以后 那么他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一位将领 他来到京基一带住房以后 他为了就是起到 使天津 使京基一带起到京师的屏障作用 那么他做了非常详细的踏刊 1875年 周胜船受命负责金箍屯田事务 以屯田的方式保障所下军队的攻击 然而天津沿海地区都为盐碱地 历史上在新城 咸水沽 葛沽一带 也曾开看过田地 后来这些田地 多因无法解决盐碱 洪涝等问题而荒废 周胜船受命之后 经过反复考察 最终提出了沟通海河与南运河 大兴水利 敌鲁刷碱 围田重道的宏伟设想 他所有的水利工程都采用了很高的标准 那么特别是从麻昌检河的起始点 南运河的九宣闸 那么他是用石材 铸铁 以及石灰和当地盛产的这种贝壳 来为各个水杂寒洞来做基础 那么用这种调石来做各种闸门的立柱 然后用铁和木头来做闸门 所以他的这种水利工程可以说是非常的坚固 一百多年以后直到现在 九宣闸仍然能够自由起壁 继续发挥 那么他在防洪抗烙和灌溉 农田水利灌溉上的作用 昔日赤鲁的荒芜之地 转眼间就变成了万寝良田 这不仅确保了军粮供应 同时这些水田在战时 还能起到减缓敌军进攻速度的作用 对此李鸿章大驾赞赏 称之 无事时戒兴徒道之志 有事时可兼戎马之足 是为经久良土 为了经营水稻 成立一个叫做盈田水利局 盈田水利局主要是负责水利工程的建设 以及稻作两种的引入 如今文明渔市的小战道 所指的就是麻长简河两岸 以海河水、南运河水 共同灌溉的垦区所生产的稻米 这一区域内所产稻米 不仅集中了北方精道的优点 同时由于海河与南运河为这里带来了肥鱼的土质 因此坑区内的稻米品质 比一般的北方精道更胜一筹 在小战周公祠门前不远处 静静流淌着的 就是当年周盛传带领士族们开决的麻长简河 周公祠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曾经遭受严重的破坏 然而绵延一百多里的麻长简河 即便在最疯狂的岁月里也无人可以阻挡他的流逝 一个多世纪以来 这绵绵河水川流不息 辛勤地滋润着两岸大地 后人在小战祭圣诗中曾到 饮水马心肥稻粮 静观碑记记沧桑 一高玉河桃花迅 十里村窜玉丽香 当年周盛传在天津驻军的功绩 并不止于打造了一个 沃野千里稻米飘香的小江南 他作为负责天津防务的将领 在海防建设 以及训练军队 由冷兵器转向热兵器的变革方面 也颇多建树 周盛传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 他对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尤其是军事技术 采取了完全开放的态度 周盛传驻扎小战时期 正值李鸿章在天津大兴洋务 天津机器局在李鸿章的多半下 能生产西式洋枪洋炮 和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 栗色火药 李鸿章还在积极筹办北洋水师 并在大姑建立北洋水师大姑船务 在天津设立北洋水师营务处 在这种背景下 作为李鸿章的亲军 周盛传部率先锤饭 在啃荒屯田的同时 开始采用心法练兵 周盛传在李鸿章的支持下 大量构进西式装备 并聘请德国教官 按德军操典进行训练 为什么聘请德国军官 主要就是当时中国人认为 世界上陆军最先进 最有战斗力的是德国军队 世界上海军最先进 最有战斗力的是英国 因此我们的海军 大部分包括严辅 都派去英国留学 那么陆军聘用的是德国军官 刚才说过聘用德国军官 是始自怀军镇压联军以后 那么他成为中国军队 从传统向现代国度的一个起点 当时圣子军在步兵训练中 已经有冷兵器时代的阵法 改为能适应热兵器作战的新式阵法 而马队则一律仿照西式骑兵阵式操法 进行训练 周胜传还参照西方军队的训练条例 制定了操枪尝试十二条 对新式阳枪的使用和维护等 做了明确规定 使训练趋于一致 李鸿章对周胜传的练兵方式大为赞许 不久他下令将圣子军的训练条例 刊发北洋各军统一执行 周胜传小战练兵 可以说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生 作为李鸿章的亲军 淮军的精锐 圣子军率先装备了 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新式武器 当中国大多数军队 仍在使用冷兵器 和前堂装填的陈旧枪炮时 圣子军就已经开始使用 当时西方正在流行的 新式后堂枪械 而李鸿章督办的天津机器局 则为这支军队提供了充足的弹药保障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洋务派本着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思想 将强国的希望单纯地寄托于 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而小战的圣子军 恰逢其实地成为了洋务运动的试验场 与西方列强不相上下的武器装备 新式的训练方法 再加上周胜传这样优秀的将领 一时间小战令举国瞩目 然而事实并不如洋务派想象的那样乐观 尽管周胜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将领 但他作为洋务派中的一员 始终保持中体西用的思想 而且由于时代所限 小战练兵在军事变革方面 难以触及根本 圣子军尽管换装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武器 但在组织结构 以及作战指挥体系方面 依然沿用了旧式军队落后的体制 而这些已经无法适应近代热兵器战争的需要 当初曾国藩组织乡军 李鸿章组织怀军 他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一种中国人的乡土观念 那么就是说远亲不如近邻 这种乡土观念 保家卫乡 形成了乡军怀军 一只能够有战斗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是保卫自己的家乡 那么另外 那么他还有一种亲族和血缘观念在里面 那么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家族 彼此他有很浓的血缘关系 因此呢 那么就是说他的地域观念 亲族观念 血缘观念 就构成了这种怀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联系的纽带 曾国藩时期的乡军 依靠地域和血缘的维系 来强化兵士对将领的忠诚 但在这些兵士的眼中 除了本军将领再无其他 李鸿章创建怀军时 在这一点上完全照搬了乡军的模式 作为怀军精锐 圣子军更是如此 梁启超曾经说过 中国人只有朝廷而不只有国家 那一时代 大多数中国人并未形成国家观念 而一支只知效忠将领 而不知忠诚于国家的军队 又如何能担负起卫国战争的重任 这一弊端不仅预示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中国即将遭受的屈辱 同时也为后来的军阀割据 埋下了祸端 1885年 周盛传回乡魏母丁忧时 在元旗并故 他在临终前上书李鸿章 建议在天津开办武卫学堂 以培养能够适应近代战争的 军事人才 他去世后不久 中国第一所新式陆军学校 天津武卫学堂成立 正是这所学校培养出一大批 日后在中国近代史上 叱咤风云的人物 周盛传病逝后 李鸿章痛惜不已 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道 今基辅是一干成 微臣少一毕住 故时局之日间碰降财之凋谢 在奏折中 他请求朝廷允许在周盛传立功的地方建立祠堂 以为纪念 这便是小战镇周公辞的由来 周盛传死后 他的兄长周盛伯接替了他的职位 并留在天津继续屯田练兵 1888年 周盛伯在任内病故 盛自军最辉煌的时候 就是从1870年到1888年 19年的时间 此时 小战镇的屯田已颇见长效 经过当地农民 引进两种杂交改良后的小战道 在产量和品质上又有大幅提升 而圣子军在新式武器的装备和使用方面 较之初到小战时也以今非昔比 那么 这支军队是否能在未来的战争中 真如他的创建者所期望的那样 力挽狂澜呢 1894年 甘之甲午 朝鲜局势动荡 中日两国间的世纪之战即将爆发 清政府下令 调集淮军精锐 驰援平壤 时任圣子军总兵 记名提督魏汝贵 率领六千余名兵勇 离开小战 奔赴战场 到了1894年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 那么圣子军 开赴朝鲜 那么它是由小战到达大谷口 到谷口以后呢 我们是用兵船 运到了朝鲜的人船和釜山来登陆 来进行元朝抗日的战争 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 我们已无从揣测 那些怀军战士 告别小战兵营时的心境 然而我们却清楚的知道 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同年8月1日 清政府正式对日宣战 不久 甲午战争中著名的平壤战役爆发 圣子军在大同江畔 浴血抗敌 然而 由于上方指挥时当 一物战机 最终 圣子军在溃退的过程中 全军覆没 甲午年的秋天 与往年并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曾经人寒马斯的小战兵营 如今没有了往日的喧嚣 空气的练兵场 在萧瑟的秋风中 依旧守候着将士们的归来 然而 他们再也不可能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